欢迎来到美厅 曾广闲文精华48句 雾透改变一生 就是有一句口头语 读了曾广会说话 曾广指的是曾广闲文 这是一本文字浅显 而内容深刻的国学读物 是由流行广泛的民间俗语 以及古代诗文中深含寓意的流畅语句 汇编而成 吉韵曾广 多简多文 这也是一部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研读的经典 今天要介绍 曾广闲闲文精华48句 雾透改变一生 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也应该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的 所以要用自己的心 体谅别人的心 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二 酒逢知己饮 诗相惠人饮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己人 酒要和了解自己的人一起喝 诗要与懂得他的人一起饮 认识的人可以很多 但真正了解并达到知心的 却没有几个 三 相逢好似初相识 到老中 无怨恨心 人和人之间的相逢 应该总是如同初次见面时的 这样即使到老 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 四 读书需用意 一字值千金 读书需用心 能下苦功夫 才会文词精妙 一字千金 五 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一摘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印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语人说话 只能说三分 不能把内心的想法 全部吐露给别人 有一摘花 花不一定开放 无意去插柳 柳树却可能长得茂盛 龙和虎的形态好画 却难以画出他们的骨骼 了解人的表面很容易 但了解人的内心 却十分困难 六 钱财如粪土 仁义值千金 要把钱财看作粪土 一般低贱和微不足道 而仁义道德 才价值千金 七 贫居闹市 无人问 负在深山有远亲 谁人背后 无人说 哪个人钱不说人 有钱道真语 无钱语不真 不信但看言中久 贝贝先净有钱人 闹里有钱 净处安身 穷人住在闹市 也无人理睬 富人住在深山 也会招来远房亲戚 有哪个人背后 不被别人议论 哪个人在人前 不议论他人 给钱就说真话 不给钱就不说真话 不信你到沿袭上看看 哪杯酒不先进 有钱的人 热闹繁华的地方 有钱可赚 偏僻幽静的地方 已于安身 爸 来如风雨 去死微尘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敢救人 来世像暴风骤雨一样猛烈 退去像微尘飘落一样 静悄悄 长江的后浪推涌着前浪 世上的新人敢超着救人 九 进水楼台仙得月 向阳花木早逢春 古人不见金十月 金月曾经照古人 先到为君 后到为臣 末到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 进水的楼台 最先看到水中的月亮 向阳的花木光照好 发芽就早 古代的人看不见今天的月亮 而今天的月亮 却曾经照耀过古代的人 抢先一步就能当上君王 后到一步只能称作臣子 别以为你走得早 还有比你走得更早的人 十 莫信执中执 虚防人不仁 山中有执树 是尚无执人 不要轻信那些 所谓特别正直的人 也要防备那些 标榜人意 却不仁意的人 山里有长得笔直的树 是尚却无正直的人 十一 自恨之无业 莫怨太阳天 大家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树应该遗憾 自己的枝上长不出叶子 不要抱怨太阳天心眼 人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一星半点也犹不得自己 十二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家之计在于河 一生之计在于秦 一年的计划 应在春天里做好 一天的计划 应在黎明时分做好 一个家庭最宝贵的是和睦 一个人一生要有所成就 必须勤劳 十三 则人之心则己 数己之心数人 应当拿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 拿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 十四 守口如瓶 防疫如成 宁可人负我 切莫我负人 再三虚甚意 低莫其心 虎身有可见 人独不堪亲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要像平口那样 不轻易开口 要像城防那样 实时戒备 宁愿让别人辜负我 绝不让自己辜负别人 做事要三思而后行 首先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 活着的老虎上可以靠近 心地恶毒的人 千万不能亲近 在你跟前说 别人坏话的人 就是制造是非的小人 十五 力微修负重 言轻莫劝人 无钱修入重 遭难莫寻亲 力气单薄 就不要去背负重物 说话没分量 就不要规劝别人 没有钱就不要到人群中去 遇到危难 千万别去求亲戚 十六 凭生莫做皱眉事 世上应无切齿人 一辈子不做不应该做的事 世界上就不会有痛恨自己的人了 十七 求人需求大丈夫 几人需几及十五 可时一滴如甘露 最后天悲不如五 请求人帮助 就去求真正的男子汉 救济别人 就救济那些急需救济的人 口渴的时候 一滴水也如同甘露一般甜美 喝醉酒后再添杯 还不如不添 十八 水至轻则无鱼 人太茶则无谋 知者减半 鱼者全无 水过分清澈 就不会有鱼 人过于明察 就不会有人为你出主意 世上的聪明人 若减少一半 那么愚笨的人也就没有了 十九 是非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宁可正而不足 不可邪而有余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是是非非每天都有 若不去听它 自然就不存在了 宁可生活贫困 做一个正直的人 也不能生活富足 做一个奸邪的人 有些事宁可相信他有 也不要相信他没有 二十 知足常足 终身不辱 知止常止 终身不齿 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 就会经常感到满足 懂得任何事物都有止境 就应适可而止 能做到这样一生 都不会遭受耻辱 二十一 三思而行 再思可以 凡事应三思而后行 但通常考虑两次 也就差不多了 二十二 食口不如亲为 求人不如求己 动口说 不如亲自去做 求人帮助 还不如靠自己努力 二十三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人若没有了长远的打算 以后一定会被眼前的男士 所困扰 二十四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是非都是由说话过多而引发的 烦恼都是由于争强好胜 而招致的 二十五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近来学得乌龟法 得缩头时且缩头 忍下一时的怨气 可以免出长久的忧患 遇到不利的情况 学学乌龟 该缩头的时候 就要把头缩回去 二十六 人生一世 草木一春 黑发不知勤学早 转眼便是白头翁 月到十五光明少 人到中年万事休 人活一辈子 就像花草树木繁荣 一春一秋 非常短暂 年少时不知道勤学苦读 弹指尖就会变成白发老翁 月亮过了十五后 光明就会越来越少 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 也就不会有大的作为了 二十七 路逢险处须回避 是到头来不自由 走路遇到危险处上 能回避一下 麻烦是临到头上 就由不得自己了 二十八 西花须剪点 爱月不梳头 大抵选它击鼓好 不查红粉也风流 做人不要到处拈花惹草 应洁身自好 只要五官长得好 即使不查枝抹粉也很漂亮 二十九 受恩身处一先退 得意浓时便可休 莫待是非来入耳 从前恩爱返成仇 得到恩惠很深 时应及早退出身来 春风得意时要及时罢休 千万不要等到 是非传入耳内 致使过去的恩爱 变成怨仇 三十 忍一句 惜一怒 饶一招 退一步 你若忍住不说一句 就能平息别人的一次愤怒 你饶人一招 别人也会退让一步 三十一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善良的人往往被别人欺负 驯服的马 总是被人任意乘起 三十二 见识莫说 问识不知 闲事休管 无事早归 看见什么事也不要说 别人问什么事就说不知道 闲事不要去管 是忙完了就早点回家 三十三 饶人算之本 输人算之机 能宽恕他人 是胜算的根本 多让让他人 是胜算的天机 三十四 三人行 必有我试焰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个人一起走路 其中必定有可以为我所学习的人 我选取那些优良的方面学习它 对那些不良的方面 则加以改正 三十五 欲昌和顺虚为善 要振家生在读书 若想家庭和睦 就要多做善事 要想振兴家门 就需刻苦读书 三十六 不求金玉重重贵 但愿儿孙各个贤 不追求什么金玉满堂 只图子孙各个都有出息 三十七 杀人一万 自损三千 伤人一语 例如刀割 杀人一万 自己也要损失三千 说一句伤害他人的话 就像用刀割别人的心一样 三十八 莫笑他人老 终须还到老 合得邻里好 犹如石片宝 但能一本分 终须无烦恼 不要笑话 他人很老 自己有一天也会变老 同邻里相处好 就像捡到一块宝贝一样可贵 只要安分守己做人 一生都不会有烦恼 三十九 好学者如河如盗 不好学者如蒿如草 爱好学习的人 如同和苗稻谷一样都是有用的 不爱学习的人 则像蒿草一样 没有什么用处 只配当柴火来烧 四十 无求到处人情好 不隐认他酒价高 不随便求助于人 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好 不喝酒 任凭他酒价再高 也无所谓 四十一 知识少时 烦恼少 识人多处 识非多 知道的事情少 烦恼自然也会少 认识的人越多 招惹的是非也会越多 四十二 世间好语书说尽 天下名山僧占多 入山不怕伤人虎 只怕人情两面刀 人世间的好话 全让书本给说尽了 天下的名山 大半被寺庙所占据了 上山不怕伤害人的老虎 就怕人际关系中 那些两面三刀的阴险小人 四十三 用心计较斑斑错 退一步思量 事实宽 用心算计别人 反而实时出错 退一步考虑事情 路子就会很宽 四十四 知音说与知音听 不是知音默语谈 知心的话 只能说给知心人来听 不是知心人 就不要和他谈 四十五 点诗话为今 人心犹未足 就是点诗成金 人的欲望 还是无法满足 四十六 别人骑马我骑驴 仔细思量我不如 等我回头看 还有挑脚汗 他人骑大马 我骑毛驴 仔细想想 我不如他 回头看了一下 还有不如我徒步尖挑的人呢 四十七 人亲才不亲 财力要分清 即使亲人之间 钱财利益 也要分清楚 四十八 为人何必争高下 一旦无命万事休 做人何必非要争出 谁高谁低呢 一旦失去性命 就什么都完了 曾广贤文 是古人在他们 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留下的对人生经验的 深刻总结 今天 当我们再一次翻看这些经典名句 仍然能感受到 我们的祖先对真善美的追求 和对生命的感悟 让我们一起品味中华文化 感悟人生智慧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你还能感受到 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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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